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3月6日星期三 农历正月26 欢迎收看日本新闻 3月4日和3月5日 主题为大地薄发的生命 雕刻家领木与中国玉石作品展 看部式和交流会 在日中友好会馆成功举办 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小川正史 中方代表理事黄新元 日本著名雕刻家林木杰南 东京副始美术馆馆长伍木田聪 福建树山石研究会会长林果仲 育云文化代表王永恒 等两国文化文艺界 和媒体代表超100人出席活动 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小川正史至此表示 林木老师将自己的作品称之为 编入日本人基因的记忆 这里的记忆是从很久以前 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中国黄河长江地区传来的 而大地对于农耕民族来说 作为生命和生活的根源 让人充满了爱和憧憬 中国的玉石雕刻是根据传统技法 精细雕刻而成的精妙作品 乍一看 两者似乎找不到共同点 但实际上 两者之间存在着日本人和中国人 内心深处共同对大地的爱和憧憬 向参与这次展览会的各位相关人员表示敬意 同时中心驻愿通过这次展览会和一系列活动 加深中日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和互相理解 活动主办方玉云文化发展诸事会社社长王永恒表示 中日两国的文化和艺术不仅同源 而且也是东方文化和艺术的代表 就雕刻艺术而言 中国讲究取法自然 天人合一 依照实材的自然形态来创作 运用多种不同的技法来完成 题材也有来自历史典故 而日本讲究技法多变 赋予表现力 且耐人寻味 因此 中日之间的雕刻艺术需要交流 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 让东方的雕刻艺术面向世界和未来 雕刻家林木杰南表示 今年是我立志成为雕刻家的第50个年头 雕刻已经成为了我的全部 在工作生涯中 我总结出了三个要素 分别是生命力 热情 忍耐 希望未来能够沿着这三个要素 像长江一样活下去 驻日使馆参赞聂家 福建寿山时研究会会长林国仲 分别致辞表示祝贺 据了解 本次展览由日中友好会馆 东京Art House 北京玉云文化联合主办 展出了日本著名雕刻家 林木杰南的多个大型代表作品 包括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 《雪山寒古鸟》系列 90年代的《两个人的关系》 《Blue Angle》等 本次展出的作品 都是艺术家们基于雕刻材质本身的特性 加入新视觉设计的元素 再用传统和现代工艺技法术进行加工 雕刻出的极具艺术性和观赏价值的精品 林木先生的作品 以及同期展出的中国传统玉石雕刻作品 承映了展览主题《大地勃发的生命》 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作为农耕民族 对土地特有的共同相仇 去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45周年 本展作为系列展的第三部 也是最后一部 将日本的现代雕刻艺术作品 与中国的传统石雕工艺作品联合展出 展期共20天 期间还同步举办雕刻艺术家学术交流会 玉石雕刻技艺表演 艺术品鉴会等多项内容丰富的活动 主办方期望通过本展 让两国民众充分感知 雕刻艺术的魅力所在 我们中国玉石雕刻是承载了 整个中国5000年文化的一个脉络下来 它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我希望日本的朋友们 能通过我们的玉石展 去留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进一步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跟促进 这次展览是中国18位雕刻艺术家 来日本的和日本艺术家 林沐先生的联合交流展 今天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据我了解近些年 中日之间的雕刻艺术家 这种规模的展览是第一次 所以中日之间的雕刻艺术家的交流 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很高层次的交流 而且使双方的艺术家 共同能了解对方的艺术界的 他们的对艺术品的见解 平常我们可能在网络上看到 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到 中国艺术家的他们的作品 就是雕刻的这么栩栩无声 使他们也大开眼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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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